五宅古厝的柱柱造型各不相同 有莲花瓣 有南瓜状 取其吉祥与瓜点名言之意 其中有两三个并雕饰唐草纹路 十分古朴雅致 大厅内的门墙 则是山水花鸟彩绘 诗文处处 百年岁月并不稍减其光艳之色泽 在华山龟宰头最上方的林顺杰家 林顺在龟宰头是大姓 大户人家的气势展露无遗 主屋尖尖相连 近达二十亿间 户龙三侧 两个大庭院 如此大规模的月落 目前罕见 不错运藏着民俗信仰与天地哲学 并记录着鲜明的生活 与历史的演变 欣赏古厕之美 从宝金风霜的建筑 从玻璃的岩墙中 静静去体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